近日,當屋蘭連續發生兩宗無中警察的入室導線案件,警方呼籲市民應保持警覺。 在這些案件中,1至4名穿著便衣的疑犯會闖入住宅、搜查及索要財物。 當被詢問其身份時,疑犯會聲稱自己是警察或來自屋蘭警察局。 屋蘭警方表示,這些道賊更可能偽裝成建築工人,並提醒市民。 正規的警員會敲門,並明確告知身份,而且在警服上會有明顯的標誌。 便衣警察不會強行進入住宅。 市民如果遇到自稱是警察,但服裝和行為可疑的人員,應立即報警。 同時,警方正在積極調查這些案件及增派警力。 任何有相關訊息的市民,請撥打510-238-3326聯繫屋蘭警察局。 《天下衛士記者》編輯報導, 《天下衛好像火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